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收督微学位课程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利大于弊 对赛双方为正方性事提反书院 反方金巴伦长老会要导中学 现在介绍双方辩员 首先是正方主辩林思荣同学 正方第一副辩员陈景熙同学 正方第二副辩员黄小荣同学 正方结辩员黄佩琪同学 接着是反方主辩员李丹同学 反方一副邓启峰同学 反方第二副辩员周梓奥同学 和结辩张杰玲同学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树人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 江洛林先生 马利诺修院中学部中文辩论队教练范君华小姐 和保良局赛技有学校辩论队前领队梁维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丁 够钟则有两丁提示 丁丁 超时15秒则会三丁提示 丁丁丁 介石本人将会打断辩论员发言 详细赛规已经发布给各个参赛学校了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主席 主席 是 我是正方以赴 然后我的 就是breakup room的account 还在waiting room 你等等我现在看看 谢谢 我邀请了你进去那个breakup room 你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 不是我还没进过meeting 哦好好好 谢谢 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收到我的breakup room邀请 你等一等下 但是我應該已經將你提供了進去 你不如再檢查一次 或者你再試一下再離開再進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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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如果大家對於賽規或者技術上都沒有特別問題的話 比賽就正式開始了 現在先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好的 可以 定 評判、主席、老師、有方同學 大家好 本案青年失業率一直高於勞動人口平均 在2018年和2019年15-19歲入面 失業率分別為11.1%和10.2% 而20-29歲入面有5.7%和5.5%的青少年失業 比起同期一般勞動人口的3%的失業率很高 有不少人都為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而去報讀不同範疇的微學位課程 微學位一般是只為期4-6個月的短期網上課程 主要教授實踐性技能 例如用特定軟件編寫網頁 難度相對入門 由於採用網上教學 上課形式主要以實課教學和預先錄製為主 學生可以自行分配上課時間 達成更高 而青年競爭力的定義 根據2017年香港青年競爭力指標系統研究報告 是指15-24歲青年在面對獨立生活和不確定的社會變化的情況下 可以配合未來發展趨勢和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而衡量這條變系的標準就是要看微學位能否應對市場變化和發展 長遠降低青年的失業率 增加他們在社會上的可持續發展 我方認為變系成立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第一 資訊科技時代主宰 2012年經濟學人雜誌指出 人類已經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 而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 即是生產模式數位化 即是生產科式自動化 即是電腦化和網絡化 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編程等相關技能的需求日益增加 而微學位的課程正好是以資訊科技為主 現今規模最大的三家微學位教育機構 都對科技尤其是相關科目更加重視 甚至香港的微學位機構 更加只是開辦與科技相關的課堂 這些課堂專門教授實用性技能 沒有學生即使沒有相關的知識基礎 都可以適合適用 試想一下 只需要幾個月就可以掌握一項工作技能 增加可以工作的範疇 這樣的話不是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嗎? 第二,微學位的課程比較高 各類的青年都可以照顧到 先駐國家的一流大學 已經紛紛針對跨領域的整合人才進行培育 例如新加坡政府和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已經在2012年合作了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 是世界上第一間結合、設計、創新、研究和工程的大學 強調跨科技學習研究 而麻省理工後來也在2018年成立了一個新的 College of Computing 聯結既有的五大學院進行跨領域的教學和研究 微學位不單止在時間上有高度的彈性 可以配合各種年輕人的需求 亦都在科目選擇上逐漸變得多元 例如Course的課程 由科技至人文學科都一言俱全 學習亦都變得更加個人化 青年可因應自己需要的選擇 而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課程 無論在職業的青年、自由工作者、做學的青年 都可以報讀微學位上升 最後想問一下右方 如果今天微學位對於青年的競爭力並沒有離處的話 為何外國的名牌大學 甚至香港的科技大學 都相當投入開辦微學位課程呢? 我的發言是如此 多謝大家 聽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5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請反方主辯的同學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聽 聽 聽 大家好 出賣有光 微學位可可以同樣有監管的課程 兩者作為比較 微學位課程在2014年有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電腦科學學者開始發展 主要是提供電腦科學的短期過程 而香港的微學位課程 是在2018年有需要的機構 開始推出 教授簡單實用的電腦技巧 例如製造網頁 編繫簡單程序處理數據等等 變形中的微學位課程 周六的時間普遍只需要幾個月 課程內容更著重於 任用性和上性的知識 用來解決社會上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香港大部份的微學位課程 都是沒有一刀沒 即是是沒有雙關資資格都可以收到 教育人士之前推算報告 香港在2027年會欠缺1萬6千民民憑證書 和課學位課程 填補勞動力缺口 而今天要討論的是 導致微學位課程 有助青年在未來進化社會的需求和期望 所以今天行論變形的標準在於 商業模式開辦的微學位課程 修身無難的情況下 事況有助提供青年的競爭力 填補未來人障缺口 我方反對變是原因有二 第一 微學位課程商業化運作 課程質素欠缺保障 香港的微學位課程 是由商業機構開辦 商家為了要將力量最大化 不會為課程才拉入門口 目的就為了要吸納這麼多的學生 開辦 開辦微學位課程的take care attendee 寫明了不需要任何編程 或者電腦知識 都可以報導他們的學位 微學位課程 而他們的課程是為了所行而設的 所以是一些完全沒有相關知識人 又或者是一些有好豐富的知識人 都可以去修讀 而為了滿足這些不同的需要 課程都是一些 隱瞞性和隱瞞性的去知識 但問題在於 到底是否全部學生都有能力 有決心去完成這個課程呢 如果缺乏能力的人去報導 微學位課程 最後都會不然倒熱 都會擔助去報導 其他合資格課程的機會 令他們長遠的技術力下降 今天有個別需要論證一下 到底微學課程中 有多少學生能夠上來不倒熱 第二 微學位課程 與全都學位課程 雖然替代效應 導致全都學位部數人度減少 全都學位課程屬教授的 主要是應用性和上性的知識和技巧 課程是即意到向為主 目標是青年可以在短時間前來學完 和有用在工作上 而全都學位課程更著重於教授基礎知識 以人工專能的課程為例 在微學位課程所教的 只有聖母業和現今的應用程式 和數據開發 而全都學位是會包括 微積分析工程應用 機器智能基礎等課程 由於微學課程主要是針對現時社會的技巧 而這些知識 在未來可能會逐步被社會心興的科技 例如虛擬實境感受淘汰 而青年和因為根不想社會的變化 滿足不到未來過足的需求 而被取代削弱了其變心力 但相反 基礎知識比起實用性技巧 會不會跟收時間的限制 就好像微積分的應用 不會隨時建議被取代 而被取代 所以之後掌握了基礎知識 才可以隨時改變 而維持競爭力 相反有方的實用性 一旦被取代時 就很難重新找到新的工作 傳言而言 就會削弱了青年的競爭力 最後相反有方 到底有多少的青少年會因為未開過程 令他們更加能達到社會未來 到勞動力的需求 報道社會對他們的期望 謝謝大家 反方主變所謂時間為3分30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在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政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變員 向反方主變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變有1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限時到達前15秒均會有一丁提示 丁 到中則有2丁提示 丁丁 之後則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變員發問 政方主變回答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子的次序 反方分子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政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變員發問 你有1分鐘時間準備好 請向鏡頭示意 有請政方排出台上的變員發問 準備好 好 丁 剛剛有方同學發言中提到一點 就是指微學位課程是商業化運作 所以質素低沒有保證 我想問一問有方同學 為什麼商業化運作和質素低兩者是必然有關係的呢 在我們今天的市場上 其實任何東西都是由供求決定 有供應就有需求 和質素為什麼是一定掛勾的呢 第二點就是想問一問有方同學 剛剛有方同學提到微學位 代替了傳統課程 那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有沒有一些相關的數據 證明一下微學位課程和傳統課程 是一定沒有辦法並存的呢 為什麼有方同學覺得傳統課程和微學位 不可以一起為香港青年提升競爭力 而一定是兩者互相排斥的呢 第三點就是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其實微學位課程上課方式比較有彈性 那為什麼有方同學反而認為微學位課程 更加容易被新科技淘汰而非傳統課程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你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有方同學提升競爭居 第一次 一定會來的目標 他們有方同學提升競爭 最後禁止 你會找到屁股 我們會找到屁股 你還沒辦法 走到屁股 你會找到屁股 你會找到屁股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主便回答 你有1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的問題 尼號位,本身因為那個課程欠缺保障 收心沒有門檻,課程亂撐私 就算是補充都未必可以不移或是後補知識 無法提高那個建政力 平時都會浪費錢,浪費金錢和時間去補讀微學位 錯過了收督其他正規學位的時間 有算了幾個他的競爭力 因為全學位是較慢和精彩知識 但是那個微學位是沒有的 而微學位是以課程來用 以實際性解決現在現有的問題 社會問題為主 當問題被解決了之後 謙發非早知識的他們就很難在這個行動 讓我們先收拾下去 除了來說,就算了他們的見心 好,接著輪到反方的台下發文 聽到嗎? 是 我想問一下剛才 正方那條的台上發文是哪一個邊緣文的? 是 正方第一副變文的 好,謝謝 現在輪到反方的台下發文環節 請台上派出一位邊緣發文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嗨,好門 還有,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要反方通常 現在這個同學是反方的 哪一位邊緣做法文的? 深褀 先消心一下 Pierre 您應該先斷置一下自己 我可以先 聽到嗎? 聽到 可以 想問有方同學 今天有方同學的講話 麻省理工和新加坡有個例子 想有方詳細解釋一下 修讀跨領文的話 跨領文期指有沒有包括基礎知識 還有他修讀時間幾長 還有有方同學同學方都 達成了公式就是 微學位課程主要是 修讀於電子科技演算這些 實用性知識 而美國將說性則指出 2040年即使人還需要編寫程式 但機械產生的程式碼 將會被人類的軟體工程師編寫得 還要好的時候 想問有方同學這些實用性知識 面能逃脫的時候 他們要怎樣維持他們的競爭力呢? 多謝各位 понятно 美學領主兵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美學領主兵 丁 一丁是15秒, 時間前15秒, 現在就正式時間了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丁 大家好, 先謝謝有科發問 有科的意思是, 科技和獨微學位兩者是有衝突 而我方則認為, 其實兩者是沒有衝突的 那你的機械人是怎樣來的? 你的機械人是因為需要人類編程而來的 所以人類一直都會在設計不同的機械人 而去進行更加不同的邊程 所以其實兩者是沒有衝突的 好, 多謝大家 現在是台上發問環節結束了 輪到正方第一負面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叮 主席評判有看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看同學的發言中 發現有看同學對微學位課程有很多形容 第一就是說它商業化運作 第二就是說它會代替傳統課程 第三就是說它會缺乏到基礎知識 那不論這些指控是否正確 但我想問回有分學一句 是否證明到微學位課程確實有幾個特點 代表今天的辯題不成立呢? 其實有分學會否發現 你們根本沒有靠近競爭力這個重要的詞語去討論 而今天你們對於微學位課程的指控 其實只是留意一些特性上的討論 針對回有分和我所說的第一件事 就是說它商業化運作 沒錯 微學位課程確實是由私人機構去辦理 確實是需要我們自己去付錢 而是自己去參加 這個的確是一個商業化運作 但正如我剛剛發問的時候就提到 商業化運作是否代表質素一定是低 是否代表你給錢一定買不到好東西呢? 這個有分和我就缺乏了一個論證 完全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論出來 有分和我剛剛就給出一個理由 就是說微學位課程的門檻很低 所以質素就沒有保證 但我想反問有方同學一句 門檻低 豈不是證明了微學位課程的彈性高 令到人人一些需要的時候都可以收動嗎? 豈不是可以更加適合到現在香港青年 這麼忙碌的一個現象 更加有效提升到他們的競爭力嗎? 剛剛有方同學再次提到說 微學位課程會代替了傳統課程 所以就會令到這個傳統課程的作用被減弱 首先我方會這樣形容 傳統課程就好像主菜 而微學位課程就好像補品一樣 兩者根本就沒有任何衝突 沒錯 確實在傳統課程裡面 有學到更加多理論性的知識 學到更加多知識的基礎 的確是可以令到青年提升競爭力打下一個根基 但在微學位課程裡面 青年就可以利用他們的時間 或者利用他們的一些空間 更加有彈性更加針對性地去學一些實用性的技能 對於他們提升競爭力來說 根本就是有利而無害 而且兩者是更加可以相符相成的 有方同學剛剛有提到 微學位課程它的畢業率是比較低一些 的確畢業率低 這個也是一個有數據證明到的事實來的 我方並不否認 但是是否畢業率低 就代表微學位課程本身這件事 對於提升青年的競爭力是沒有任何幫助 絕對不是的 有方同學你自己也會說 在傳統的學位課程裡面 就可以提升到他們的基礎知識 我想反問有方同學一句 今天香港學士學位課程的入讀 入讀到的人裡面 只佔了文行事考生的三分一 那是否有代表文 傳統學位課程是一些幫助都沒有呢 有方同學這個論證似乎不是那麼周長 希望可以聽聽有方同學更加多的解說 最後想問我一句 有方同學提到微學位課程 在科技進步的時代之後會被淘汰 我想反問微學位課程的彈性 比傳統學位課程更加高 為何會被淘汰 反而是微學位課程 而不是傳統課程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負面 所用時間為3分02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現在請反方第一負面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不好意思 我會跟答對 不要再講 第二負面 有些負面 是有些負面 有些負面 有些負面 聽著有些負面 沒問題 由于微学位只会教应一些实用性的知识 女方也都承认了 只要是针对一些即时性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长远而言点 难道她不断地重复再去就读微学位 有方也说了青少年的定义是15至14岁 当他们读完微学位的时候 他们不断读是否都是一个解决办法呢 而且在商业化运作的最大问题 就是他们利润最大化 本不知有钱赚就要赚学生 学成点内容是否适合学生全部都是其次 微学位有别于传统学位的地方就是无修身门栏 导致学生的质素参切不一 但是如果有一个适合所有学生程度的课程给他们去上 他的课程设计究竟有没有问题呢 就好像香港的Tech Kid Academy提供的数据工程开发微学位课程 就是教授数据工程师的专业知识 但是就读的同学可以完全没有数据或者工程的知识都可以读 如果这个课程是适合这一班人 又可以适合一班已经有相关用智的同学 那么希望有方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课程 它的内容深入程度和实用性都有多大呢 以至可以令到能力有差异的学生同样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得益 而假如有方认为他的课程设计是没问题的 想问有方为什么会出现以下美国的例子呢 根据美国分植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指出 美国微学位的毕业率只有大约18% 可见大量的学生报道完课程之后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应付到课程里面的内容 但是也没有人跟进他们的情况 他们根本学不到一些有关的相关技能 甚至不能学习 想证有分意会和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一个课程又可以照顾一些能力教育的学生 那么他的课程内容理应比较浅白 不可以做到课程所说 四个月就可以教授到同学拥有该项的专业能力 但如果他真的做到了 那么他就会像美国的例子一样 只可以照顾到一些有相关能力的学生 而忽视了一班能力教育的人 从而引致他们学不到东西 甚至不能学习的情况 今晚有分认为美学位的课程 怎样才能做到不出现以上两难的情况 其次 美学位会取代传统学位 畅远是不利于青少年的竞争力 其实是美学位部分内容和传统学位是相同的 两者最大的差异是美学位收到的时间比较短 内容比较简陋 欠缺基础知识 只有实用知识是容易遭到科技的淘汰 例如给人工智能取代 很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 但大部分青年为求尽快投赏社会 希望较短的时间去完成学位 就会选择报读微学位 就美国教育部14年前后的数字 可见微学位之前文学科学士等的报读人数 虽然有波幅 但也不超过3% 可见报读人报读情况也算平稳 但自微学位兴起后 传统学位人数就大幅下降20% 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因为微学位的出现是否会影响到 青少年长远竞争力的发展 谢谢大家 反方第一负便所用时间为2分48秒 现在有请正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示威 示威 清楚 好 丁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再次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方同学说到 这个美国的例子 我想问美国做不到的事 是否代表香港就做不到呢 那美国教育局发表的数据 是否跟香港有任何关系呢 还有有方同学刚刚刚说 刚刚主便说过 未学位的质数 欠缺质 它的质数很欠缺的 那我想跟有方同学说回 在Tekic Academy 每期的毕业生口中 都对这个平台是大家赞扬的 因为Tekic Academy 也会有很专业的教学团队 都可以因应业界不断求变的需求 所定期调整课程内容 学生都表示自己可以在短期内 还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不疑心都表示 他会将Tekic Academy 推荐给很多人 Tekic Academy 都收获了很多创业不疑心的支持 其实有方同学的论点 有方同学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有方同学刚刚都说了 都说了 你问我们 未学位会不会取代 本科大学这些 还有他的未学位的课程 非常亲之不齐 他的课程非常设计得不合理 我想问一下 有方同学 如果有这样适合所有人的完美课程 那社会上 为什么还会没有人读书呢 本科大学和未学位 两个是有重叠 但两个不是不可以并存 就好像我方一副讲过 未学位就好像补品 怎么会有人会吃补品 而不吃正餐呢 在延迟社会 其实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些人 不是那些朝九晚五人 都不是那些打工到凌晨的 就是一班特别的人邪降青年 好像刚刚我方主编所说的邪降青年 是由聚到美国专栏 在一个人多重职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 是容易指代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 邪降的概念 逐渐普及之后 便以青年的文化一拍即合 成为年轻群体的一种流行风向和生活的态度 风迷社交网络 邪降青年是指一群人有自主、多元和有趣的职业 在经济独立的前提下 享受自己理想的生活 和枯造单一的职业 相为更自由的随声 邪降青年的普及 正是显示了当今社会 越来越需要多种技能的赢 邪降青年的出现 显示了互联网时代 正在深刻地改住人类的命运 年轻人不用听家庭、背景、财力和人物 完全凭自己的实力和才华就可以取得成功 而想要获得这种实力 即是有扎实的知识功底和多重的技能 这就需要对自己进行自我投资 修毒微学位都是他们选用性压比最高的自我投资方案 根据清协的调查 存在有13名邪降的就业青年 现在邪降青年普及法已经一目了然 修毒微学位都是成为邪降的很重要一环 请有方放下你们的短视 今天的变题你答应了 多谢各位 定方已赴桑时间为3分07秒 现在有请反方第二负面同学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续示意 听得见 听得清晰 对 可以 听 第二负面同学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分同學一直跟我們說 一直跟我們說美國做到,但香港一定有怎樣做到呢? 那希望有分同學一直跟我們舉新加坡的例子 那希望新加坡做到,能不能同於香港做到呢? 而且有分同學一直跟我們說,畢業生畢業生 但是有沒有說到他們畢業裡有多少呢? 那是否例如,有100個畢業生 100個人去報道他們的課程,只有10個畢業到呢? 再加上,今天有分同學一直跟我們說 多個課程的選擇有什麼不好? 可以短期不到你生的知識,為何要看性能力更多? 如果我們今天單純說要好還是不好的話 我們根本就非要討論,或者正確討論的是 這個課程出現後會怎樣改變於青年的宗教途徑? 以這個改變會對他的見證有什麼影響? 要不就是這麼簡單一句,不課程是好還是不好? 有分主要沒有一個有分同學,未學位和文憑科 使用一定的重結性,為何會導致一些比較短小的學生 只能收入微學位的課程,不可以收到傳統學位的課程 我回到附近的美國數字,告訴大家 一來一四年出現微學位之後,收入文憑科士的人 包括學校講致病男性 有分同學都沒有答過問題 傳統學位強制基礎知識 學生需要學習一些基礎理論知識 例如所有的方程流出工具 這些知識幾十年至幾百年前已經建構到 現在的小學和中學都正在學 代表這些知識是很重要 而不會像這些應用知識那麼容易過時 有關一夫都問過 人工智能出現了可以取得很多工作 如果不掌握這些基礎知識 如何去適應長遠的勞動力需求呢? 有關專業一夫都質疑過 香港微學位課程 沒有經過任何的質素平衡 當然想深入任何門檻 沒有任何電腦科和知識的人 都可以報復他們的微學位課程 試試看有分同學 看看有任何一個碩士課程 是否沒有門檻的呢? 一會兒就設一個小學畢業的人 和一個大學畢業的人 和他的課程 有關同學都是沒有回答他們的問題 試問他們導遊課程是否適合呢? 不論是太難、太簡單的課程 又為何會對他們的競爭力有幫助呢? 所以在很多清貧的學生來說 你學位已經要付六萬多元 未必有資源再報讀其他傳統學位 即是急急地出來做事 但如果他們缺乏這些 但如果他們讀不了、讀不好 甚至讀不了業 如果他們的積水平和競爭力 都受到負面的影響 捉不到香港未來的人資資源需求 對 此晚有方法學 這樣的未學位的課程 又如何提升 給他們長遠的競爭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晚風二附送時間為兩分三十八秒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每方各有兩輪發問 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謝謝大家 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你必須開啟鏡頭 好 開啟鏡頭 是 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好 叮 有方同學主編開始跟學方說 因為未必所有同學都有能力 有信心畢業 就等同微學位課程無助提升青年競爭力 而根據Udacity中國的數字 微學位課程學生畢業率有90% 為何有方同學都不滿意 堅持要所有人畢業 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現時傳統大學學位課程 一樣並非所有學生都有能力順利畢業 為何要所有學生可以順利畢業 才是代表一個課程 可以提升香港青年的競爭力 有方同學的標準是否太高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謝謝 BING 一位答案是有定书的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試意 可以 叮 主席,多謝入方堂的問題 首先中國不是香港,而入方堂 入方堂今天拿了中國的例子 跟我們說香港的畢業是多少 但是我們在討論的是香港青視聯邦 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其次就是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他們即使沒有順利畢業 都可以提升到競爭力 想問有方同學 他們連證書都拿不到的時候 他們交不到給公司 他們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又為何可以提升到競爭力呢?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根據香港青年競爭力指標系統研究 青年競爭力是指 青年在面對獨立生活 和不確定的社會變化的情況下 所需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 當更多本身有能力去讀 副學士和高級民憑的青年 更趨向讀微學位課程的時候 他們只能從微學位課程 學到一些 只適用於現時社會的技能 請問有方同學 青年去學習這些 在未來很大機會 會逐步淘汰的技能 又缺乏基礎知識和 和科學科知識的時候 並未學位課程 到底如何提升他們的 可持續發展能力 去應付不確定的未來 社會變化呢 多謝各位 青方同學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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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位辯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今天有方同學全場所說的東西 都是在低估微學位課程的設計者 不斷說微學位課程只是針對現時社會的實用性技能 根本就不能隨著時代而變化 我想問有方同學 現時社會有現時社會的實用技能 未來社會為何就不會有未來社會的實用技能呢? 難道微學位課程的設計者見到一個課程落後時 他不會去變化嗎? 為何有方同學你覺得一些傳統學位課程 他教的東西一定是萬年的真理 但一些實用性的技能就反而不會隨著時代去變呢? 有方同學我方認為你們對於微學位課程的了解 根本就一點都不深入 其實微學位課程中很多內容都是緊貼最新的潮流 例如說人工智能是一些大數據 這些實用性技能就算未來十幾年 都是依然是可以有效的 而且即使課程不再緊貼最新的時候 課程都很容易可以調節 因為課程比較短,課程內容都比較短 所以我方認為有方同學的問題根本就完全不存在 請你停止發言 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正方請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正方請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請問你準備好了嗎? 請問你準備好了嗎? 如果我只是想成為一個懂得怎樣寫網頁的熱餘人士 又不需要對學科有一個深入的掌握呢?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今天到今天 有方是否希望通過微學位訓練出專才呢? 多謝各位 反方同學你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cation 對 觀念 低文化 雷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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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自由派出委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嗎? 是,清楚 可以 叮 多次有方同學的發問 沒錯,我方承認他們就是不能在短期中學到專業的知識 但是你們讀名學位的課程就是目標學到專業的知識才有助 提升到他們的競爭力 即是有方今天跟我們說原來他們去讀這個微學位 但又提升不到課程 所以有方同學 這個應該是你方今天跟我們論證的事情 但現在你方既然問我們微學位 可以 微學位他們讀不到專業知識有什麼問題 希望有方同學在業界跟我們解釋 微學位是否應該讀到專業辨識 是否應該讀到專業辨識 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香港現時的微學位不受教育局監管 更加不受政府的資力架構認可 一般現時受資力架構認可的課程 在資資、修身模範、學生的質素、課程設計等各方面都有嚴格的限制 而且每年都要檢視 以確保畢業生的限制 那想問有方同學今天微學位在香港不受監管 那如何確保課程的質素呢? 多謝各位 方同學你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多謝各位 中文了 多謝忠俊 這邊 我們分析 們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派出位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試米試米 可以可以 好 主席評判友芳和我做做個位,大家好 首先多謝友芳的提問 友芳剛剛無非就是想問我們 怎樣去保證你學位的質量 我想跟友芳說,好東西自然是有人想要的 這個課程有質素不是有人讀 沒有質素還會有人讀的嗎 有一位同學剛剛說 不受監管 不受監管就沒有質量 我也不知道這個邏輯是哪裏來的 你的意思是有監管就必然有質量 有質素 好,那為什麼還需要比較 每個課程都是一樣的 現在是劫編環節 雙方劫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糟了 麻煩你 我信心 我看見 那時候 我告訴你 第一次 那時候 你知道 NIH 如果 你 看到 那時候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先請反方劫變總結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可以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再各位,大家好 好,一開始看到這個變形的時候,的確令我心裡動,不是很想努力讀書 就是想讀微學位課程,但後來發現長遠而言 我的競爭力降低的時候,微學位課程只能夠用雞辣兩個字去形容 我都是認真讀書算了 現在我方和右方都在討論微學位課程 為何可以令到青少年在長期競爭力能夠提升 但我們的分歧點就是在於 究竟微學位課程中信用性技能不會否被淘汰 而今天我方指出了將術的例子,告訴有方和我聽 這些實用性知識會比更新興的技術圖看的時候 有方和我不聽不理不回應 因為就是跟我們說不會被人取代的,怎會被人取代呢 有新的微學課程 但是他們有沒有能力讀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下,請大家想像一下 今天還有各位都是剛剛考完文憑史 要選擇教育社會或者持育進修的迷途小高揚 現在有三條路給大家選 第一條路 直接帶入社會賺取經驗 這個選擇競爭力短期來說 就不會很高 因為後來只有中六或中三 但長遠來說 他背比起的入俊修的小高揚 都有很多經驗 例如前幾年做店員 後來做主管 甚至到最後做分店老闆 或者有經驗,有錢 他做到一個自己開店的時候 所以長遠來說他的競爭力不差 但也不會很高 第二條路 失陸學士,課士,文憑 職業培訓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等這些傳統學位 商務時間起碼有三四年 門檻有高有低,都受不少基礎認可 也會受到教育局監管的時候 當獲取證書之後就有可能要做實習 短期競爭力低 但實習完之後他就可以做到那個職位 長遠競爭力就會提升 因為這些專業工作不容易被社會上淘汰 例如做律師、設計師等等 第三條路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的微海課程 收入時間短,門檻低,的確有彈性 但他不能夠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夠成功畢業 拿證書 今天那個能力不夠高的同學 因為他門檻低,所以他就去讀書 但是他就要給6萬元去讀 但後來他發現他自己讀不到書 不合格,考不到證書的時候 他又要再給6萬元,即12萬的時候 他們不能夠確保他拿證書 另一方面,現受性不高 即使請了只不過是應付短時間內 欠缺人手、欠缺職位的工作 能夠提升到短期認真力 但長遠來說 這些職位是會被機械淘汰的時候 長期認真力就會降低 那問題就來了 當這些工作20年之後被人淘汰了 將證書等同於一張廢紙 因此就會少了公司 請這些擁有未好位學生的學歷的學生 甚至不會請 那這些小姑娘可以怎麼辦 重新讀書 不好意思 這班青少年某一個基礎知識 某一個根底的時候 在未來當這些職位被人淘汰的時候 他們的基礎知識仍處於低的水平 他們學一個新的技能的時候 我會求不上這些基礎知識 比較高的水平的人 加上當這些青少年在未來 他們已經享受最好的讀書時間 他們的能力足不足夠重新讀書 重新讀過微學位課程呢 加上他們的基礎知識又貧乏 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讀到呢 對於青少年來的競爭力 又不是真的有利處呢 由頭來過重新踏上社會 賺取經驗 但他們的競爭力 已經遠遠不想跟他們同一年畢業 踏上社會 做到分店老闆 甚至做到老闆的小姑娘的時候 還有各位 現在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今天提升青少年競爭力 他們的競爭力就等同於高了 青少年投資了他們的時間浪費 學位課程 看看他們收到的課程 讓社會上途太座 就會全部歸零的時候 他們只會變回中六學歷 重新來過 這個倒注 還有各位 你有這麼減少呢 多謝各位 反方劫便所用時間為3分55秒 現在有請正方劫便的同學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丁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在總結之前 我想先說一個小故事 話說去年我和爸爸媽媽 去談我一個23歲的表哥 作為長輩 我爸爸就關心一下他的工作情況 我爸爸就問他 是否入了大公司 就算是實習生都好做 但是表哥就說 不是的 現在在每個地方找工作 都要有各方面的實力才行 我們公司現在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一個做小職員計算的 有時候都需要負責搞些科技事 做一個通才才在職場上面 更加受重用 更加穩陣 這番對話其實是反映了 現時香港人才市場需要的類型 做一個通才 多方面發展培養能夠更有實力 人家才更加看得起你 這其實都是我方所持的觀點 而我們也都認為微學位是可以符合我們 培養通才的需求 能夠有效地提升青少年的競爭力 現在來到結辯 我也想總結一下微學位課程 對於提升青少年競爭力的利處 以及有方同學所犯的一些錯誤 第一最受精益的莫過於微學位課程的認受性 而學士畢業生的受聘率確實較高 在這裡我想強調一點是 微學位和大學學位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反觀市場需要擁有更多技能的就業人士 會更加受職場歡迎 一起想想如果你是公司老闆 面對兩位認聘者 其中一位修讀了四年的大學課程 而另一位同樣但擁有更多技能 例如編程等等 你會選誰呢? 答案一定是選後者 所以我想說的是 微學位和大學學位兩者之間是沒有矛盾 完全沒有二選一的必要 提升青少年的競爭力 大學學位和微學位可以同時修讀 而微學位課程也都較針對就業需求所設 大多都在網絡上售課 可以滿足學生時間上的需求 讓青少年在不影響大學課程的情況下 提前適應就業環境和學習新技能 有方同學今天一直強調 微學位會被淘汰和被取代 但我方也都多次表明 微學位是會因應業界需求所調整課程 因此不會被淘汰 所以有方對有方同學是毫無邏輯的 其次 現在修讀微學位課程的學生 其實大多數都有同時有大學學位 我方認為應就性的提升只是時間問題 第二 有方同學可能認為 微學位課程會逐漸普及化 人人都有書讀就沒有了所謂的競爭力 我方認為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微學位課程的普及可能會導致 香港青年的內局競爭力減少 但香港青年的整體面對國際的競爭力 是一定會存在並通過微學位提高 這也是正方立場這條辯題所表達的中心思想 我方認為微學位課程的普及化 不會造成香港青年在國際上競爭力的影響 有方同學也質疑微學位課程不夠全面 學生不可以真正應對工作 但其實社會上是沒有相關的實例 由傳統課程教學的大學開辦的微學位企業 現在都越做越大 群眾的反饋是微學位課程成效最大的證明 既然群眾是沒有對微學位太大的投訴反響 證明微學位是有實際成效 能夠幫助青少年學習技能 適應社會絕對能夠提升青少年的競爭力 現時社會發展非快 人才市場的需求都越來越大 微學位課程和大學學位的課程設立 都是為了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 無論以哪種方式 都是為了讓香港這個大家情變得更加好 我也期待微學位發展的趨勢 是能夠帶領香港青年賣向新的未來 多謝各位 政方結辯所用時間為3分57秒 比賽告一段落 本人將會與評判及雙方合分員稍作聯絡 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都會在三位評判填完分數之後 開始請評判逐一位今場比賽給予評語 所以請對賽雙方留在原委等候 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3位表現教家的辯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現在有請馬里諾修院中學部中文辯論隊教練 請問范君華小姐為我們給予寶貴的評語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稍後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先說 我盡量精簡 我覺得今天雙方各自發生了一些問題 在開始進入港政法之前 我先說一下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件事 我覺得比較多的套餘 套餘就像你們會說到很多 你們把很多字眼放出 例如是實用的知識 基礎的知識 或者一些個人的可持續發展 但其實那些基礎知識是什麼 其實我不太明白 尤其是如果你們在一個稿件的論述 是在說 如果他們在某個學位 得到某些基礎知識之後 就可以幫到他們在職場上競爭的時候 那些基礎知識其實是什麼 因為可能你在大學裡面 你每個學科讀的東西都很不同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究竟分辨基礎知識是哪些 究竟可能是指一些大學的通識課程 或者可能是文史哲科 你真的學了某些理論 譬如你讀馬克思這些基礎知識 究竟你說的傳統學位 這些基礎知識如何去幫到你去提升這個競爭力 我覺得如果你不說的時候 評判可能自己就會有某些詮釋空間 或者根本是詮釋不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想這些 例如什麼可持續發展等等的 詳釋出來的時候 就真的要想清楚 究竟你自己想展述的是什麼的內容 而不是只是拋一些字眼出來 這裡在稍後大家論述的部分上 我也會再講多些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雙方今天都去證立你自己的辯題的時候 其實論證的部分不是真的很充足 我首先就先講了證方 證方其實你今天主要是想說 其實你那個微學位的課程是 你讀完一個大學學位 即不論是政府資助的大學位 還是副學士學位也好 你讀完之後 你額外可以學一些科技上面的技能 就可以幫助你投入職場的時候加分 這個我理解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 其實你不是真的拿了很多的例子 或者數據去論述 究竟修讀完這些課程之後 真的如何幫助香港青年 去適應到職場上的轉變 我今天聽到很多次是你讀完之後 你認識了就可以了 但是實質上有什麼的課程 或者對方需要你去解釋 究竟課程的質素如何有保證 他不受監管的時候如何有保證 究竟他的質素 是否達至某一個水平 是令到人讀完之後 真的能夠學以自用的呢 我覺得這些其實 證方是有某些反駁 去反駁反方的說法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你 你反駁反方的時候 不等於你正立了自己的 自己的主線 你也是沒有說到 究竟現在那些微學位課程 究竟他的內容質素 是否真的達到一個可以有效提升 香港青年競爭力的水平 我覺得這些 當反方問到你的時候 你除了反駁反方的問題 或者自出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之外 你是需要去冷靜的 例如你說到現在未來的社會趨勢是 會是資訊科的主導 你說到市場需求很大的時候 除了一個市場需求很大 會不會可以下一些可能人力資源調查的報告 或是一些全球的趨勢 其實是在說 其實我們 其實那些僱主是希望 可能一些的青年 他們是有可能要懂編射程式 要 要懂Python等等的技能 我覺得這些是要多些 如果不是就只留一句口號 或者是當你說到你教授過科技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令到一些畢業生 可以投入更加多不同的工作範疇的時候 那我也會好奇那些工作範疇會是什麼 我覺得這方面其實你都可以說多些 如果不是說 其實我覺得反方今天聽到可能正方系的 論述上會有一些漏洞的時候 都可以問他 就是說他可以有多些工作範疇 如果你是連什麼都說不出的時候 怎麼說都是真的提升了香港青年的競爭力 就是他競爭了在哪裡 你是不是都要讓我知道 他究竟在哪個方面競爭 就是如果我就這樣想的時候 我覺得正方如果這方面可以再 想做好一點 其實可以去看看一些 就是那些什麼JobsDB 那些求職網 或者去不同的大公司的那些管理生計 是不是管理生計劃 就是那些管理生計劃的項目 你去看看一些不同的公司的入職要求 我覺得你可能這個論述上 就會比較容易些明白 因為如果你看他的入職要求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實他除了說 要求你一定要有一個學士學位之外 他有時候他會說 他會說你是哪一個主修畢業出來都不要緊 但是我希望如果你懂得編程的 或者如果你懂得寫網頁的 或者你懂得那些什麼計劃語的話 會是一個優勢來的 甚至在他們那些工作項目的那份表上面 甚至會叫你說如果你懂得 你懂哪些程式 或者你懂哪些語言出來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可以用這些實例去說 其實這個是整個職場所需的時候 就會令到你整個論證下去就更加有力了 我覺得今場就會欠缺得比較多這些實例 那就比較多留於後號 所以其實在內容分上面 分數可能就真的只會是有一些 你是不是有效可以反駁到對方的攻擊那裡給到你 但是對於你自己這條主線的立論 分數其實就會相對對一直在下跌 尤其是去到你第二個論點去說 其實我主要聽到你第二個論點就是想說 其實微學位的課程的彈性很高 而且可以選取的課程很廣 由人民到一些資訊科技的課程都有 但是都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你讀完之後和你的競爭力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為什麼你讀完這些課程之後有了你競爭呢? 如果你要說真的有了你競爭 你起碼其實都是要回到市場需求 就是你要說到究竟現在的社會需要什麼的人 所以我讀完這些課程之後就有用了 就是每類似是比較像你第一個論點的握法 所以如果你第二個論點其實不是很完整的時候 我就不是真的能夠給到一些很多的分數 就是譬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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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我理解的一個主菜和賠償的關係 但是同樣的比喻我覺得是不適宜用那麼多次 因為到了你義父的時候又將它比喻為寶品 一來很累積 二來我覺得你也是沒有很有力地解釋到 那個微學威課程對香港青年競爭力帶了去哪裡 譬如我現在想個例子就是 會不會是可能有些學生主修 可能是一些人文學科或者一些文科等等 他出來後他想去做一個跟零售有關的位置 即是零售管理生的培訓課程 因為現在零售的大趨勢變成了e-commerce 然後他希望其實他請你那個人他都希望你會懂得怎樣去分析大數據 或者等等的技術 即你有那些計劃語語 會不會是如果我根本我完成了我四年本科的課程 但是我的學位其實完全不關這些事 如果我不讀微學位課程的時候 我根本不能夠跟其他人去競爭到呢 我覺得如果你有多些這些方面具體的論述 就會好過你去用不同的套語去說 因為套語聽得多會很累積 對方問到你的時候你也是需要去解釋 然後我覺得反方呢 今天也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的論述是不太充足 譬如你想說 其實我今天個人覺得反方是比較難處理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講到讀完這個課程 對於香港青年的競爭力是沒有利 或者甚至是避大於利 可能第一件事你要講到課程 根本質素很參差 就是你有嘗試的論述 一會兒我會講一下 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第二件事或者是根本你讀完之後 是對應不到現時的社會需求的 這個其實我會覺得可能你第二個論點說 比不上傳統學位 因為傳統學位才能夠對應到社會需求 這裏好像有提到 不過我自己覺得都有少少問題 那我現在逐個說 第一個就是你講到 國質素參差的時候 其實我也同意正方所說 你商業化是不等於國質素必然參差 我覺得中間是需要論證 而我聽到其實你論證的方式 就很大篇幅就是說 門欄很低 因為譬如你要學編碼 你不需要先天式編碼 你才去讀這個課程 但是這件事是不是就等於質素參差 這個我有些誠意 因為如果我本身認識 我不需要去讀 或者譬如大學 你去讀某些專科 你去讀一些難一點的科學 或者你去讀IT等等 你中學也不會教這些 但是不等於他出來的質素參差 我會覺得如果你說門欄 但是他未必是一個很充分 能夠解釋到那個課程 質素參差的位置 我不知道其實有沒有這樣的資料 但是我覺得可以說一下 會不會是一些私資的比較 或者是你其實台下那時候 你覺得不受監管 或者沒有一些很嚴格的限制 我覺得這些才是你去讀證 因為整個質素參差的時候 會比較有說服力的東西 或者會不會可以說一下 因為這些網上課程 其實他未必關於不不畢業事 而是你不能夠確保到 學生是否真的有上足課程 或者根本不存在某一種的考核方式 所以其實你讀完 你是不肯定是否真的有能夠提升到他的競爭力 所以你不能夠去衡量過你 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多說一些實質的課程 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有可能的考核模式 可能你根本不能夠監管到那個CG的質素 或者課程編排的質素是否合格 我覺得會比較充分地去說到 為什麼那個質素低 而不是只是說 因為本身的人是不會編碼的 進入去之後 之後那個學結鬼則的質素低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聽到你們另一個努力 就是想嘗試授了一個兩難的問題出來 就說 要不就是會太簡單 太簡單就會 就好像一副的時候說 要不就是課程會 因為人們不懂 那你授了太簡單 太簡單出來之後 就好像沒什麼用 而且質素會低 要不就是會太難 這樣很多人都讀不到 但其實你用這個太字的時候 你都知道這個是一個假兩難 因為你那些課程是可以有不同的 尤其是是他彈性那麼高 他課程那麼短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是一個 他可以有不同的課程 去給不同的程度的學生去讀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兩難 就不是佈得很好 也會令我有 對,我就會在想 這個兩難是否真的一個兩難 那接著 這裏我想提一提就是 這裏去講到質素的時候 我想另外 不好意思 我想叉開講一講 就是我聽到正方 答台下問題第二條的時候 關於那個 即當反方問你說 課程的質素是不受監管 亦都沒有很嚴格的限制 你如何去確保它的質素的時候 我對你的答法是 就是我覺得我沒有給到 我的分數都不是給得很好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答法是 不是太說服到我的 即是你第一 你就說說好的東西 就自然有人讀 但是 這件事是 即是好的東西自然有人讀 其實這件事是需要有論證的 那另外他就是在問你 為什麼你確保到它好 那你答到好的東西自然有人讀 是不能夠解釋到你那件事是好 這個第一 這個也可以回到我剛才開頭想說 我想說證方今天有很多的反駁 但其實他沒有論證到自己的主線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嘗試去挑戰的 你說有監管不等於是好的 是的 我認同有監管不等於是好 但問題是你有監管的時候 你起碼會確保到那個課程是合乎規格的 你起碼確保到它不會太差的 但是當你的課程是連監管都沒有的時候 對方對你的質疑就會很正常 所以其實證方是有責任去說 為什麼你的質素是有保證 這個是我會覺得如果證方 你在論證上再做多些 這個是應該要做的了 回到反方 第二個論點 我個人覺得其實證方攻擊你多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很站得住腳 因為你的說法是說 就是你身後是把微學位和傳統學位 說到是一個二擇其一的東西來的 首先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你是需要解釋為什麼它一定是二擇其一 尤其是當它不是一個四年的課程 或者不是一個幾年的課程 它只是一個很準的課程 聽起來是給你進修用的時候 我覺得需要說為什麼這些人 譬如讀完微學位之後 一定不會或者不能夠再讀一些負學士的課程 也不要說大學課程 或者不能讀一些負學士的課程 我覺得你是需要去解釋的 以至於因為你沒有解釋得很好的時候 當你拿微學位和傳統學位的課程去做比較 然後說傳統學位的課程 是比較能夠針對現實所需 或者能夠提升到香港青年競爭力的時候 這方面我就會覺得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這個站不住腳 然後就是當你真的要論述 即當我假設你真的說到傳統學位和微學位之間 在兩者只能集其一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需要解釋為什麼傳統學位才是比較好 因為其實今晚你不斷 即譬如你主辯的時候 你拿個例子是說 例如你學了微積分 微積分就是一個永久能夠提升到你競爭力的知識 但其實這方面我有問號 即我不是很明白 即我不是很知道微積分究竟能夠對應 在市場上有什麼需要 我想應該會有的 可能在沙人上面的東西 或者在科研上面的東西 但是你不說的時候我就不會明白 或者如果我自己喘息 我會去想一些人民學科的時候 其實他學完 即除非可能他真的讀中文教育 去做一個中文老師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你好像學了很多社科上面的東西 文科上面的東西出來 對你去投入職場 不是真的有很大的作用 即那些基礎知識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需要說的時候 在這個論點你可以 你應該想一下的是 你是不是真的想這樣說 如果你想這樣說的時候 論證是真的要做得充足一點的 是的 另一件事 不好意思 好像說了有點長 但另一件事我想 最後提一提 就是 我另外 見到繁方一副 我聽到一件事 我覺得你們在使用數據或者例子的時候要留意 因為我聽到 你們嘗試去 應該可能是論述你們第二個論點去說 為什麼那些人讀完未學位之後 就會令到他不會讀傳統學位 然後就會降低了他們的競爭力 或者學得不太多東西的時候 你們是這樣論述的 你是說說 自從多了人讀未學位之後 自知學士學位就少了百分之二十 但是這兩者之間 你是沒有呈現到因果關係出來 就是你前面那句 我可以把它只是一個 我理解到它只是一個時間性的 有一個時間性的關係 就是一件事先發生了 然後另外一件事發生了 但沒有因果關係 例子就是 太陽從東方升起開始 自知學士學位的學位就少了百分之二十 我可以自從我肥了開始 自知乎學士學位就少了百分之二十 就是它可以是任何東西 我覺得你應該 如果你真的想說 我不太肯定 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說到他們之間是有關係 那你應該嘗試論靜一下 它有一個因果關係在這裏 如果不是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很能夠說服到我 也不是很令我明白到 究竟微學位和負學士學位 為何只能夠二擇其日 如果再詳細些 可能個別位置的評論 可能雙方的教練可以找主席 拿我的聯絡再問 因為我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不好意思 希望幫到大家 多謝 評論意見 接下來有請 香港輸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 江樂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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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幾樣東西想分享 第一樣就是 首先 很感謝兩邊都準備得很充足地來比賽 看到大家桌面上都有相當的準備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想分享 就是 因為現在網絡比賽的形式 都是一個大勢所趨 其實大家雙方都要適應 譬如正方鏡頭的設置 可能要調整一下 或者反方出來表演的時候 那個聲線都可能要做相應的調整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我會覺得 今天雙方的主線推展都是 就是我理解的微學位 對於這個青年競爭力的利與幣之間的討論 但是似乎 就是主線上面就欠缺了一些推展 就是譬如說 正方今天其實一主便就說 競爭力的利處 就是因為未來或者現在 就是由資訊科技去主宰了很多的行業 另外第二個論點就是 微學位的達成高 所以兩點就可以能夠提升到競爭力 但是似乎 就是去到後場的時候 都不是後場 就是去到一二副的位置 就欠缺了一些主線上面的推展 譬如說一副其實都有點到題 就是今天要討論競爭力 但是你之後就似乎沒有去銜接 那個競爭力去說 就是你 你就是把別人 就是反方的論點包裝 做在自己的份告裡面 我覺得可以再推展多些 譬如說 究竟有幾多 幾多行業或者幾多的元素 是由資訊科技去主宰呢 或者微學位的彈性 究竟是有多麼包羅萬有呢 我都會想在早點的環節聽到 那就可以令到你之後 不會只顧著去反駁別人 那另外其實 反方也是一樣 反方其實今天三個辯位 都有說到 其實未來是有機會 會投放這些技能 但是就沒有說到 究竟那個技能是什麼 和究竟為什麼2040年 就一定會被淘汰 和淘汰什麼呢 這樣 就是它就 你們就似乎 就是一路說 未來那個環境之下 就會有一些微學位的課程 就必然會被淘汰 但是當中似乎就欠缺了一些論述 或者就是 其實為什麼會 未來大機會被淘汰呢 那未來的機械AI 究竟會代替到什麼呢 就是譬如之前其實都有說過 可能AI是可以代替到 某一些基本的法律的專業的工作 但是似乎這些 就是我就沒有很感覺到 未來究竟是有多麼競爭 就是未來的競爭 究竟是需要些什麼呢 就是如果當今天 連資訊科技都 將來可能會被淘汰的時候 那未來究竟是 我們作為香港的青少年 究竟需要些什麼呢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 我也是會覺得 在你出來表演的時候 那個時間分配上面 那我覺得今天我聽起來呢 正方就似乎比較多去反駁 就是反方的論點 那而反方自己呢 也都本身就掛著反駁 正方的論點 所以導致到 雙方的論證 就是花在自己的論證基礎上面 都比較少的 譬如只是很依賴主辯說過的東西 那之後就繼續一路推下去 就是不停地反駁對方的論點這樣 那我就覺得可以 其實可以 調轉來想 其實當你反駁別人的時候 其實自己是不是應該 有一些東西是屬於自己 可以論證到 或者可以推展到的 從而能夠幫助到評判去理解呢 那這裡我也會想大家 花多一點時間去想想 譬如說尤其是是義父 我覺得雙方的義父都是 就是義父的位置 就不一定是純粹說反駁的 不是說一邊說美國不可以類比 另一邊說新加坡不可以類比 其實如果你聽到別人這麼簡單的回應的話 那你也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可以類比 我的理解是這樣 那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會覺得出來表演的時候 可以想一下方法去包裝 就是譬如說台下發問的時候 剛才范評判也有說過 就是其實有人讀 是不是代表一定好呢 那我覺得其實背後反映的 就是市場化的好處 就是上課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全部都一式一樣的 那當然是會沒有人讀 那就是有社自然的香港概念 但是怎樣可以把它推展到 評判都能夠理解到 或者是知道 原來確保質素的方法 不一定要硬性的機構去規管的 而軟性的 譬如你如果有了市場化之後 如果那個課程沒有人讀的話 就是代表著它 或者那個課程有人讀的話 就代表著它背後的專業的教學 是得到認可 那樣的 另外就是 都是有一些很小的回歷的位置 就是譬如說 你用一個畢業生的例子去說 那裡的老師的教學很專業 那樣我不會特別加分的原因 就是譬如現在 如果問大家你們的中學 現在你們覺得中學質素如何 或者畢業之後 你覺得在這裡讀書 開不開心 這些 那如果你作為那個學校的畢業生 那你一定是會說 那個學校是好的 或者你一定 或者當你出這一份文件的時候 一定會選一些 包養自己的畢業生去出的 就是你不會特地找一些畢業生去採取自己 然後出一份宣傳品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方面都可以包裝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方法去令到評判 能夠更加容易去被分離 那樣 我們說的就是這麼多 是,好多謝江先生的評語 跟著有請保良局賽的有學校辯論隊前領隊 梁偉老師 好,大家好 時間關係我就非常之長話短說了 那我聽完整場比賽 那我也是第一次在Zoom的方法去聽這個辯論 所以可能同學自己有些 譬如我評分的時候 究竟台風啊 我怎樣評分呢 我都覺得可能這個 這個可能要與時並進 那個評分子上面 可能要給我們多一些的指引 那因為譬如有一邊 正方同學他們分別是自己家 在家裏面去進行比賽的 那他們就坐在這裏 那我怎樣去 在這個部分去給同學的這個台風呢 那是的,我覺得這個可能我們之後 就要再去 試一下一下怎樣去與時並進 評分的時候 但回到這條辯論的話 我其實內容啊 前面兩位的評判老師都講得非常之清楚 我就不提了 我純粹就是如果我針對一條辯題 我去看的話呢 我很想聽到的就是 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呢 其實都是不是要給一個 比較的準則給我 因為題目 我抄下的時候是利大於弊 那正方利 我就聽完整場 我可能聽到就是 只有利 沒有弊的 沒有弊的 弊的都是時間的問題 然後就好像正如剛剛 剛先生所說 他就不停去反駁 反駁 反方所說的 只要反方說有弊 他就彈過去 就說不會是這樣的 然後相反 就是聽著反方去說的時候 我又聽不到 究竟你是不是想說 就是只有弊 沒有利的 什麼利都沒有 是不是就是 這條辯題就會變成了 一邊就說 哇,好大的利 好得不得了 那反方就說 不是啊 差得不得了 然後就淪為 好像大家在 在空間 在隔空 在zoom的空間裡面 就開始做了一個 不是太過 可以對應到的 一個 比較 就是讓我聽到 沒有了這個比較 其次就是 那邊題裡面 提升香港青年的競爭力 那我也很想聽到的就是 無論正反雙方 是不是會對這個 香港青年現在 它欠缺什麼的競爭力呢 在什麼部分的競爭力 是需要微學位去增加 或者是去補 補 或者是原來傳統學位 是沒有微學位的一些內容的 所以如果呢 年輕人呢 他們就去 修讀了這些微學位之後呢 它就會令到它是那個 本身有缺失的 無論是傳統學位裡面有缺失 還是香港本身的青年人 傳統的教育 就是中學的課程裡面 都欠缺的一些的技能 那麼它通過這個微學位呢 去令到香港的青年呢 獲得一個的進步 或者是令到他們產生了 你們所認 你們所去論證的 或者是展述的這個 欠缺的競爭力的內容 然後這樣才可以有效地 是通過你所舉的一些例子 比如那些微學位裡面的課程 主要是STEM或者是一些科技等等的 他們怎樣通過去修讀 在課餘時間或者公餘時間 他們修讀了這個專門去修補 就是填補這個空缺的微學位的課程 令到他們產生競爭力 就不是說讀了就有競爭力 我想聽更多的是 究竟這些年輕人 他們在讀什麼的課程 然後如何去提升什麼部分的競爭力 這樣可能更加會令到 辯論的內容會更加充足 不如我就長話短說到這裡 謝謝 我現在就宣讀比賽賽果了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一副辯陳景希同學 至於今天的比賽結果為3比0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聖事提反書院 今場比賽到此結束 多謝各位 請итесь 请問一下 下次見 你們 一定會 明白醒悟 請休息